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您在要開始錄的時候應該要準備一些什麼 我比較建議老師 不要用很單純的麥克風 因為你用單純的麥克風 是不是要透過電腦的什麼 音效盤 那以前我剛開始都是用麥克風 以為到狼藉以後 以前我上課就人去就好了 然後就麥克風插下去就用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我的失敗率會比較高 所以失敗率比較高是因為 每台電腦的音效盤 錄的大小聲都不一樣 那個很難去控制 因為我沒辦法去控制說 到底什麼情景 所以後來我才會改用我的nodehook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錄影成功率還有品質 我大致上就可以 我也是大概99%以上都是成功的 還是有時候是誰啦 但是至少那個機率降很低 那您建議您可以用這一種 待會我們的老師您可以參考一下 這一種 比如說我上課現在要講解的 我們就把它轉過來對不對 這樣就錄在裡面啦 對啊 那我比較建議老師用這種webcam的 因為這種webcam它是免 driver的 那麥克風內建在這裡 麥克風內建在這邊 所以你用這樣子的話 我錄的品質都會很一致 等於我不需要經過什麼 電腦的音效盤去做處理 就直接透過這麥克風進來 會比較好 那這個你說會不會很貴 不會 因為一千塊有漲 六七百塊而已 這樣會不會太誇張 不會嘛 老師個人投資也還好嘛 因為平常就會用的 但是我不建議各位老師 你用notebook上的 notebook上的 像我這一台的 notebook的 這只有三十萬降助 然後音效又比較差 這個是兩百萬的 兩百萬的齁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老師您就是 買一個稍微好一點點的 那我們可以用的很好 你看我平常都帶兩個 因為一個有時候要寄人家用 給人家體驗一下 到底有好用還是沒好用 你自己用看看你就知道 對不對齁 因為所以這個 等一下老師可以試看看 免Driver 插了就用了 哈哈哈哈 這樣比較 其實還好啦 那因為現在有錄影 不方便講牌子 哈哈哈哈 其實 像我這一台 已經現在沒有在賣了 但是您可以去挑一挑 應該 大概價位一千塊 五六百塊以上到一千塊 一千多的 應該就不錯啦 嘿 那有些時候是您要看一下 像我這個是用這樣彎的 有沒有 是用這樣去扣的 那您可能看您的情形 有些如果您上課的地方 比較不方便 這樣扣著的 你也可以買用站的 就是還有一個腳架的 好有一個腳架的齁 這樣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您大概了解齁 所以第一個您要先找一個 比較適合的這種 這種 Webercam的 好 Webercam的 那我們再做的話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當然是免Driver是最好 如果老師 比較強調 要照的角度有沒有 有的人覺得右邊比較好看 有的人覺得左邊比較好看 所以他可能會 一定要強調某個角度的 你就把站腳架帶著 呵呵 到時候就放在上面就好 因為這很輕嘛 腳架還是這個重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 所以如果說老師你是現場的 那你也可以用這樣去自己調整 有的人走到那個螢幕前面的話 你就把這個對過去這樣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OK 所以我們可以有很多做法 你去做調整 那重點就是說我們希望 總是不要再用DV拍 DV拍雖然品質是最好的 可是處理的時間箱會比較久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準備好了之後 再來是軟體的 就是電腦的設定的部分 一般來講 我們在錄影 我們現在的這個Windows Vista之後 Winds這個Winds8 它都會有一個叫做 這個 布景阻底 那這種布景阻底 你預設的會比較好 所謂的那個 顯示卡的資源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外面它在錄影的過程 有發現說 你的效能比較低 它會跳一個訊息出來 會提醒說 要不要幫你把它切換成 就是比較非常 就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視窗的效果沒有那麼多 但它錄起來會更頻率 一般來說 我現在錄一次都還好 我覺得 就算你有在這個情況之下也還好 好 那下面這一個呢 是 如果您用的還是傳統的肉麥克風 那您就必須去電腦的控制檯 去設定一下那個麥克風的增量 因為如果您有設定的話 有些電腦錄起來聲音就是很小聲 所以 為什麼我會比較煎鵬熟 您可以的話 就是用自己的那個 Webcam的話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說 不同的地方 電腦是不是要設定 有沒有記得去做調整 這個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 給老師參考一下 那這個畫面我先給您看一下 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今天呢 真的 老師您要自己錄看看 自己錄看看 知道那個檔案大俠還有評評出來之後 你才有那個說服力嘛 對不對 自己都覺得滿意了 才可以拿給人家 自己不滿意的 先搜在裡面 好 那 所以要準備的東西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呢 請老師呢 您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 用這個 比較單純的 就是我現在錄的這樣 Debug video capture 您用安裝的也可以 不安裝的也沒關係 如果您用安裝的 您就下一個就下一個就好 不過 您用安裝的話 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它本身還有一些其他軟體 比如說這邊 有沒有 在這邊 它會幫你裝其他軟體 適用盤的 那如果你 因為它這家公司有很多軟體 所以它會希望一起裝 那就麻煩 各位老師 這些都把它剝掉 都不要 這樣OK 這樣你就沒有額外的困難 反正我們裝起來就是OK的 好 如果您 不要安裝的 沒有關係 在這裡 我看一下 停一下齁 如果您不要用安裝的話 就直接打開 裡面 這裡有個Debug 打開 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這個 就直接執行就好了 就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講一下 它大概不用 給您做個參考 OK 您先執行一下 然後我把這個安裝一下齁 然後我把這個安裝一下齁 好 好 那 所以您那邊可能會反光齁 可以反光 好 來 好 我這個先給老師試看看好不好 有沒有老師願意試看看 我現在把資料都放上來了 在這邊 在您的左手邊應該會有 有 有沒有老師願意試看 不過老師我用MAC的做 我走直折了 哈哈哈哈 MAC的 我就已經沒有辦法照顧大火炮 有沒有老師願意試 反正放下去就可以用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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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錄看看 最主要說 你一定要錄看看 到底說 是不是真的錄下來 哪是這麼強 對不對 一般來講我大概延期 假設三個小時的話 通常大概是 一兩百沒感覺 這樣子 隨便 雲端密碟 或隨身 隨便就帶走了 如果你給人家二三十G的 人家還要考慮一下 對不對 你很好心要給人家 人家說 我要考慮看看 哈哈哈哈 有沒有 你有沒有找到 你用安裝後面安裝都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一個很重要就是讓老師去體驗看看 好 你有體驗過了 萬一有任何問題 我們在 你可以 再找機會來 等一下 研究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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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你一定要擠它 你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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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就是很明顯 它是那個整支的 所以老闆它整支的 它 對 它整支的 你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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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的確定就是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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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的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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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如果那個 Debug Video Cut的第一次執行 因為 老師現在進檔面都沒有麥克風 所以他會提醒你說 沒有那個 你的Code的那個Device 你就坦定 繼續下去就好 沒有關係喔 不是 解那個 節目錄影工具嗎 您直接這樣 解開就好 後來 對 這個 沒有 沒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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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